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从去年7月到现在 国内已经有1400多例的流感重症病例 并且夺走了121条人命 机关署预估到3月底 国内流感重症人数将上看1900人 死亡人数大约290人 流感死亡人数再创新高 上周又新增314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 死亡37例 创近5年来单周流感死亡新高记录 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中部一岁女童 她在2月7号出现发烧 咳嗽等症状 2月20号住院 她住院前一天才因为被食物呛到 造成吸入性肺炎 没想到两天后 合并心肌炎及脑膜炎不幸死亡 小朋友的话他们的气管比较细 然后食道又在气管的旁边 那如果说在因为咳嗽呼吸困难的关系 是有可能在喂食的时候是容易会有呛到的情形 至于今年的流感重症以及死亡人数还会有多少 机关署长郭旭松周而下午清上火线召开记者会表示 依照美国估计方式 到今年三月底国内累积流感重症个案数 大约为1800到1900人 死亡人数大约230到290人 与其让这些讯息这么样的凌乱 那何不能让CDC也用更专业的方式 比较好的best available的这个方法来做预测 此外随着流感疫情升温 外界担心救命的叶克膜可能不够 经过医师公会调查统计 全台共有174台叶克膜 其中有68台空机可用 但是医师强调 叶克膜不是救命的万灵丹 使用时机仍需要医疗专业来判断 需要装叶克膜比例大概是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这样子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流感重症病 其实他不需要使用叶克膜 机关署强调目前社区流行的 仍是以A型流感为主 虽然B型流感有上升趋势 不过对于重症及死亡的冲击比较小 因此再次提醒民众 勤洗手戴口罩 避免出入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 才能降低感染机会 国内爆发近五年来 最严重的流感疫情 医院急诊室是人满为患 因此卫福部打算要修改医疗法 希望未来一旦急诊塞爆 或者是发生了紧急状况时 医院可以拒收轻症的病患 达到强制分流的效果 不过民间团体则是认为 现有法律就可以落实医疗分级 卫福部不落实现行法令 只想修法解决 根本是缓不济及 有些人生病习惯往大医院跑 医院急诊室几乎天天人满为患 加上近来流感疫情加剧 更造成急诊塞爆 因此卫福部打算修改医疗法 将来如果医院急诊拥塞 或面临紧急状况时 可以拒收病患 以达到强制分流效果 我常常在急诊室等很久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直 大家都往那边跑的话 以为在那边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医生会疲于奔命 这种小感冒的不需要到大医院去 因为大医院还有很多 更大的重大病患 需要医生的来门诊 不过民间团体批评 大医院急诊爆满已经是老问题 而且现行健保法第43条就有规定 未经转诊的急诊病患 应自行负担50%的医疗费用 第44条也有家庭责任医师制度 协助民众分级就议参考 现有法律 卫福部不落实 却谈修法根本缓不济及 卫福部的做法 不应该只是像大禹的爸爸治水一样 用围毒的方法 而需要去了解说民众到底 为什么都往大医院报 此外民间团体也建议 应增加医护人力 并列入医院评件项目 才不会有血汗医院的情况发生 而总统马英九昨晚也召开 股安高层会议 沿商流感疫情对策 会请卫福部建制更完善的 医疗资源管控系统 记者那书民蒋龙翔台报导 大学繁星推荐已经放榜了 今年的录取率将近有六成 创下了新高 不过 区额则是高达了一千四百二十人 也是历年来最高的一届 录取国中计策成绩 平均舞弊学生的私立金欧女中 今年在繁星推荐 成绩亮眼 普通课有五十八人报名 录取四十七人 录取率八成一 精英班的录取率更是接近九成 也出了学校 有史以来第一个台大学生 学校主任说 原原国中成绩不佳 算是后段班 高一数学成绩还不及格 但高二开始就渐入佳境 最后以校牌百分之十三 六十几分录取了台大哲学系 另一位林资金当初 免是稀松高中落榜 今年优异的成绩推荐上正值大学 今年有六十九所大学 参与繁星招生 提供一万五千多个名额 跟一千六百个原住民外加名额 录取一万四千多名一班生 录取率将近六成 较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点六九 创下新高 台大今年录取三百三十三人 占全部大一新生将近一成 有八所高中首度有台大生 其中一位来自国立卓兰实验高中的考生 以最低四十八级分录取台大森林系 他是前校的第二名 虽然四十八级分 但是他进入台大之后 他有很大的任务责任 然后我练得不错的时候 那会影响到他过去的学弟妹 说我只要在江村的高中练 前面几名我也有机会进台大 前生是新国管理学院的 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在中信集团捐资转型后 浴火重生 今年繁星只销售十八人 但多达一百五十二人报名 逐而入取十八人没有缺额 最高级分目前统计是六十五级分 那其中的话明星高中有像 景美啊松山啊 然后佳琪女中 还有台中二中这些 今年有138个学测满其分的学生 有四十六人报名繁星推荐 确定有十五个人落榜 只能再拼大学指考 台大强调繁星对学测成绩 最亮眼的学生不见得有优势 对落势偏向高中在校成绩好的考生 更有机会 记得陈书中无家保温正衡综合报道 而这次录取人数最多的前十所高中 全部都是社区高中 第一名的钢山高中 有106人录取了包含台大等等的学校 做起实验特别认真的叶怡婷 曾代表钢山高中参与生物竞赛 获得南区第一名 在生物跟理工方面的优异成绩 又让她以七十二级分 录取长庚大学医学系 证明她当初舍弃熊女 究竟就读钢山高中的决定没有错 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可以交给自己分配 念钢山高中的话 就是其实学校给我的资源 也是就是算在我身上 投资了蛮多的资源的 第一名张宽玉同学 国中计策成绩原本也能考取台大一中 但因为家境清寒 同样选择留在钢山 结果学校在课业与生活上的照顾 让她更恩心读书 也在繁星推荐中录取政大气管 可能他们很关心你 不论是你的成绩还是生活上面这样 这些老师也都很用心 就是你的学习 就是你可以接收到的资讯 其实不会比在其他学校还要差 钢山高中有九成五学生都是在地人 是典型的社区高中 今年繁星推荐录取人数全国第一 录取生认为社区高中教学方向比较多元 有心升学的学生学习资源更显充足 带给学生补强的或是怎么样 我们都给他补强 那晚上他们留下来在学校的K数中心来读书 由学生主动探索自己的学习性向 学校在协助增加客服或提供夜间读书场地 由上而下的学习转为由下而上 也让这次繁星推荐不止钢山高中 前十名都有社区高中报办 记者王介村许正俊高雄报道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联合报的头条是 金管会昨天证实 犯罪集团锁定了华南银行某分行 一年多来总共申办了34件的假房贷 金额合计有五亿两千万元 自由时报报道 民进党立委陈寅指控 国民党低价建租国产 在台东和屏东的党部 每平月租金不到20块钱 再来看到中国时报则是提到了 俄罗斯知名网球女选手沙拉波娃 坦诚使用禁要 不仅无法参加今年的奥运 还必须要缴回澳网公开赛 将近千万台币的奖金 俄罗斯的网球超级明星 现年28岁的玛利亚沙拉波娃 7号穿着一身黑衣 在洛杉矶的饭店召开记者会 坦诚她犯了重大的错误 今年一月澳洲公开赛的药物检测 世界反禁药组织在她的样本中发现有禁药的阳性反应 萨拉波娃称她有家族糖药病史 服用这款药物治疗心脏方面的疾病 这款拉脱维亚生产的药物在东欧国家不是处方药 价格也很低廉 一般是给心脚痛病人服用的药物 但在西方国家像是美国并未获得上市许可 有些研究还显示这款药物能够增强心肺能力 迅速恢复体力 外形出动的萨拉波娃17岁拿下温布敦网球赛冠军 拥有五个大满贯赛冠军头衔 过去十一年来体谈赛事 接不完的代言活动以及自创的糖果副业 让她登上富比式杂志女运动员的收入冠军 光是去年一年萨拉波娃就赚进了2950万美元 而近年来她也为运动伤害所苦 医院奥网败给了美国的小微莲丝之后 至今没有出赛 根据世界反禁药组织的规定 萨拉波娃最高会被禁赛四年 但她也可以申请治疗用途豁免 避免奋战多年的网球生涯 以污点作终 记者王惠文这里报道 宪兵被指控违法搜索民宅 国防部将两位将校调职 接受司法调查 并且将在一周之内提出惩处名单 宪兵被指控违法搜索民宅 在前院长张善政要求下 国防部上午立即将政治作战局保防安全处处长赵大川少将 调任陆军司令部委员 宪兵指挥部所属的台北宪兵队队长吕正方上校 调任宪兵指挥部资议官 调离现职 静后司法调查 而国防部长高广齐坦言 他是事后知道 如果调查国防部有违法 会负起该负的责任 而外传总政局长文振国 以及宪兵指挥官许昌将被寄过处分 国防部曾经只是传闻 全署名单会在一周内提出 针对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7号曾说 和卫姓男子接触过程都有全程录影 但国防部坦言 这样的说法有欠周延 等于军方承认在2月19号当天 有部分时段没有录影 我觉得宪兵的说法的确是未尽周延 那会衍生外面不同的这个想法 身为三军统帅的马总统 也特别发表谈话 强调这两天 密集跟贤院长张善政通电话 确定处理原则 马总统强调宪兵是优秀军者 具有司法警察身份 但进入民宅显然有过当之处 要求误网误众 这个原则就是 无网误众 深入调查 发现真相 然后要加以组织 他们是可以调查犯罪的 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 进入民宅来调查民众 显然有过当之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 把真相调查清楚 有犯错呢 就要知道改错 避免以后再犯错 马总统以十六次的真言 定调后续处理及调查方向 同时也肯定国军在灾难第一时间 投入救灾 呼吁大众 不要因为少数军人犯错 就一杆子打翻一传人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小年夜的美农地震震出了土壤异化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在中部也同样存在 17年前的921地震 在云林市的伦牙里 土壤严重异化 地表还喷出了大量的泥沙 造成地基不稳 而台中大理死伤最为严重的 经巴黎社区旧址 因为是找地 无法就地重建 现在是改为公园 指着墙面大大的裂缝 住在彰化园林伦牙里的民众 实在好无奈 虽然自己的家倾斜军裂了 还是只能勉强住下去 虽然看得出重新整修 不过民宅的地面和窗户 还是可以看出有垫高 居民说由于地基不断的下陷 每隔一段时间 房子就会出现裂缝 有能力的一补再补 经济较差的 只能够勉强住下去 当地民众说 17年前的921地震 让这里的土壤异化严重 同样在921地震时 为在台中大理 当时死伤最严重的 金巴黎社区 原始也因为土质的 含水量过高 无法就地重建 因此改成公园 当地民众说 当时除了住户 没有意愿就地重建 也因为地质长久以来 就是含水量过高的泥滩地 没有办法让地基稳固 成了重建的困难之一 虽然921地震过了17年 不过土壤异化的伤害 还在持续 建议健身中部综合报道 现行的劳基法 怀孕妇女可以请两个月的产假 不过有立委认为 劳基法对于产假的规定 已经有数十年都没有修改 因此提案修法 要把两个月的产假 延长到三个半月 职业妇女怀孕要生小baby 一般来说可以修八周的 有薪产假 但这样的休假够用吗 有立委表示 现行劳基法对于产假的规定 还停留在工厂法时代 已经数十年没有调整了 对于女性劳工来说 相当不友善 因此将提案修法 根据资料统计 临近国家给予劳工的产假 台湾的八周 比起菲律宾 马来西亚的八点五周 日本中国大陆的十四周 以及新加坡的十六周 都还要低 加上生育率统计 台湾的生育率1.12 只因过澳门和新加坡 名列全球倒数名单中 但想提高生育率 没有提高妇女友善的生育环境 怎么可能让民众有感 要照顾母体的健康 跟婴儿的照顾的部分 我们是拆开的 所以在我们目前 而且我们在这段期间 我们雇主 他是给付两个月薪水 那我们的保险 劳保里面 也是给付两个月的 劳保生育给付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的规范 其实是没有比其他国家 还要少 劳动部官员表示 各国对于产假的定义 不太相同 有一些地方是把产假 和育婴假合并 但台湾则是两者拆开 至于未来有没有可能 将产假周数延长 因为这和产减价 育婴流停 以及薪资成本等问题有关 未来将邀及相关单位研议 才能决定 记者替云城 柏玉台湾报道 长时间上网 滑手机和玩游戏 小心失眠 以及情绪忧郁 国内最新的调查就发现到 台湾青少年 平均每五个人 就有一人曾经失眠 医师说 每天3C上网 玩游戏 超过两个小时 长期下来 身体和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常常滑手机 不仅会伤害眼睛 还容易失眠 台湾睡眠医学会调查发现 全台青少年慢性失眠症 盛行率为2.8% 有失眠经验的人口 则高达24% 平均每五位青少年 就有一人有失眠的经验 原因就是长时间 上网滑手机和玩游戏 当今天我们睡眠 时间不够的时候 我们包含我们的专注力 或者是我们的学习效果 等等的 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身体时钟不稳定 那就有可能产生的 就是我们成年人 一直在讲 就是周一忧郁的部分 调查中也发现 青少年平日睡眠 时数平均为7.12个小时 到了假日 则增加到9.26个小时 当夜间睡眠 总时数低于7小时 经常上课 迟到的人 有63.5% 上课打瞌睡的 有75.5% 而且只要每天使用 3C上网 玩游戏超过两小时 有33.4%的青少年 有失眠的情况 因为这些3C产品 萤幕鲜艳 加上蓝光效果 会抑制人体退黑激素 如果失眠后又继续玩 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一时提醒青少年 睡前不要使用3C产品 长期睡眠品质 没办法改善 不仅会影响作息 还有可能增加 忧郁情绪的产生 记者吴尔林国黄特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我们就来学一学 失眠要怎么比呢 第一个动作表示 猪或者是睡觉 然后加上 翻来覆去的动作 睡觉一直翻来翻去 或者是比手在耳朵旁边 睡觉 弹中指表示做不到 睡觉加上做不到 选手语休息一下 稍后要告诉您 今天有天狗食日的天文机关 这个是失速速度 就是我告诉你失速了 这是告诉你系统有问题的 或是其他的警告 所以这一次出来的时候 是跟这个案子比较有关系的 是告诉你发动机的问题 在这一点 在事故调查里面 其实飞机只要是 比方说撞山 火烧 掉到海里去 有很大的机会你就要去想说 大概你只有一次的机会把它修复 飞机的结构受内伤的意思就是 外观上你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里面的景象结构 会议会在成立的这个前十年里面 你看我们遇到了什么 空中解体的 几乎空中相撞的 空中击冰的 还有火烧机的 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天文奇观 天狗十日 在刚刚8点10分已经登场 将持续到10点20分 不过封面以及东北季风已经报道 中部以北云亮多 而且会下雨 恐怕只有南部地区的民众 才可以看得到了 相隔四年 日时的现象又将在台湾出现 台湾时间周三上午 月球将会移动到地球跟太阳之间 呈现一直线 月球的影子投影在地球上 月影覆盖的地区 就可以看到太阳被黑影遮住 有些地方是日全石 台湾则看得到日偏石 以台北来说 8点19分开始太阳的右侧会出现缺角 9点15分时胜缺角最大 最后10点15分缺角消失 太阳复原 台湾从北到南可以看到的缺角面积 从20%到27%不等 不过周三一早有封面报道 恐怕只有南部民众有机会看到天狗时日 明天早来说 其实在中部以北的云量应该已经增加 那南部地区相较而言 它的云量可能稍微少一些 不过整体的云量都比今天来得多 于是周三将会从北到南 扩及全台 除了降雨 大陆冷气团也会影响台湾 周四到周六的清晨 北部最低只有11度 周六白天稍微回暖 但接着又有东北季风报道 未来一周都是又湿又冷 这几天急着穿短袖的民众 可得再穿回东衣了 记者林中午秋福才台北报道 而提到台湾自己生产的咖啡 就会想到云林的谷坑 今天包岛首透透单元 我们就一起来学学谷坑的手语 台中有个地方大坑 首语是比大加上抵抗的抗 把土字旁的坑借用提手旁的抗来表示 而谷坑也是一样的用法哦 接着我们来关心天气 封面已经报道了 提醒您 越晚会越冷 低温将会下探到14度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各地的详细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示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11日本强镇 政府指定疏散点惨遭灭地 道路挤满车辆 交通堵塞 导致2万多人伤亡 再后日本政府展开大数据防灾计划 揭开311当天众多错误决定 而迈向死亡的真相 3月11号周五晚间十点 救命大数据 澳地利及荷兰的乐活老人 与台湾有什么不同 请听台湾银发族 分享如何善用自我能量活得精彩 年轻人的创意 可以为银发带来哪些帮助 公示影响二世力座谈会 报名请上公示网站 或拨打报名专线 022634 0939 看悲剧如何成为喜事 有情人如何得以双悲 你知这些人 去找他们在做一个测试 这位太太战备了 谁打那嘴不准进机场 我看到你爸跟一个女的 在她家村子旁边住房子 你爸哭了 我心胸没那么快的 还叫她好姐妹 在南京里同情地下党 还放走了一个 被共产党吸收的小太太 你的男朋友知道这段吗